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指出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奇访问台湾 中国的9次向他表达抗议 金融时报14日刊出了伯恩斯专访内容 指其驻中两年多外交工作 包括2022年时任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奇访问台湾 中方9次向他表达抗议 他表示中国目前处于数十年来最压抑的时期 华人论与北京现场民主价值与独裁心态的思想斗争 伯恩斯在中国因新冠旅心 他形容自己当时好比1950年60年代 美苏冷战最激烈时期的美国驻俄大使 疫情使他孤立感到更加强烈 尽管中国外交系统对他始终彬彬有礼 但仍无法掩盖日常紧张局势和高风险 他举例 2022年8月2号 佩洛西专机在晚间14时46分降落台北 他在10时45分被中国外交部召见 听取时任中国副外长现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长达三个小时的反对意见 接下来他又在八个不同场合被叫去 听中方强烈抗议 每次会谈持续两至四个小时 而他从头到尾都捍卫佩洛西访台的权利 伯恩斯直言 中国国家主义习平对体制的控制力道 比毛泽东以来任何一位中国领袖都要强大 中国现在正经历数十年来的最压抑时期 这使他的工作更具挑战性 现在美中之间要进行外交层面的不公开对话 可谓难上加难 他解释外交有分正式的谈判桌外交 通常在晚餐小桌时进行的非正式的台面下的外交 但后者如今寥寥无几 去年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国防部长李尚福突然失踪 还有更多的关于贪腐指控被撤职 这导致中国官场现在更不愿意 与外国外交官进行非正式的交流 伯恩斯认为 在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 导致美中交恶后 两国去年底逐步恢复元首军方对话 并成立多个工作组 但民间关系几乎没有恢复 疫情之前 两国之间的美洲航班有三四百个 现在不到一百个 最低潮时只有十几个 2020年 有15000名美国学生在中国求学 现在只有不到800人 同时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跨党派一员组团 将前往印度 以加强美国和印度关系 访问期间将与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 此几恐引发北京的不满 达赖下个月即将届满89岁 根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4号公布的新闻港 该访问团由共和党级外委会主席迈克尔领军 成员包括民主党级荣誉议长前议长佩洛西 佩洛西这回要访问印度 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米克斯 众议院程序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麦高文 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 共和党众议员米勒米克斯与马尔利奥塔克斯 新闻稿指出这支众议院跨党派代表团 访问印度期间将与第14世达赖喇嘛 印度政府官员已在印度的美国商界代表会面 但并未透露访印日期 西党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告诉路透社 麦考尔等人将于18号到19号访问达赖驻地达兰萨拉 麦考尔在新闻稿中表示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也是美国的重要战略伙伴 他期待与印度官员及美国商界代表会面 以了解如何强化美印关系 我们也很荣幸有机会能会见达赖喇嘛 此行应凸显美国联邦众议院 对于西藏有权决定自身未来跨党派支持 据报美国议员代表团访问印度期间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副国务卿坎贝尔等拜登高级行政官员 也会参与行程 众议院将于12号以压倒金票数通过 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 接下来将送交拜登总统签字声向 法案强调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西藏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西藏与中国的争端必须依据 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 透过不预设立场对话 以和平方式加一起去 什么意思 人家美国到现在不承认西藏是你中国的一部分 包括台湾 看到了吧 西藏台湾新疆 美国要做什么 吃紧中国 你回头来再看美国大使 美驻华大使这个讲话 美国大使说 中国方面的对美态度 美中民间的态度已经跌入低谷 那你要看看美国人做过什么 美国的言行和美国对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 对中国所做的一切 那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行为 是破坏着中国和美国 目前的政治基础 你分裂我中国让我跟你友好 怎么可能 所以美国大使不断一方面在全世界宣称 说中国越来越 对美国态度冷淡 对美国不友好 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断的加强对中国的分裂行为 这里边实际上是有因果关系的 我这个频道一直在以一个欧亚大陆角度来看 你看美国这些迈考尔这些人 他所有的行程都是围绕什么 都是围绕着欧亚大陆 围绕着欧亚大陆 中国和俄罗斯这一圈不断在进行 在进行什么 碎片化中俄 建台独 建藏独 到俄罗斯 对吧 那会见什么 会见俄罗斯分裂主义者 你看美国这个众议院这帮人就是想什么 以独攻独 美国不养毒吗 制毒贩毒 所以在我看来美国这些人呢 他这个底层逻辑啊 就是要分裂碎片化欧亚大陆 那他这些行为 包括在中国 和俄罗斯周边对中俄 不断的进行这种碎片化和撕裂 中国俄罗斯他一定是有反应的 他也不可能跟你真心成为朋友 也不可能真心的 对吧 对你美国人有任何的尊重 你对我的分裂 你让我尊重你 除非那是那帮什么 卖国贼 不爱这个国家 不支持统一的 那帮人天天和美国众议院这帮人 为了自由民主混在一起 但是他们真的自由民主吗 他们只是打着自由民主谎 分裂中国 分裂俄罗斯 甚至人美国还分裂印度呢 对吧 那不然那希科教 在加拿大那干的什么事啊 那干嘛杀一帮希科教啊 不就是希科教独立分子 是吧 加拿大也养着呢吗 所以你看到啊 这个北美地区啊 北美地区就是欧亚大陆各独立分支 各个独立体系 孕育的温床 为什么 你欧亚大陆女业分裂 那我北美是不可以获得更多的移民呢 那有更多的帅哥美女啊 要移民到加拿大美国呀 对啊 那我就可以火中取栗啊 我就可以趁火大劫 我把你最好的东西对吧 拿到我北美 你们越乱 我越好 所以你看美国这些议员啊 他们访问这欧亚大陆这些国家都是带着目的 他不是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 而是要用现在美国 他手里有这个power啊 有美元有美军 把你这个地区搞乱 你越乱啊 你煽风点火 你越自相残杀 人家美国才越获利 人家拍拍屁股点着火 人家走了啊 你这边随便打 最后你都来求我 因为我是power 我能灭火 我能点火 我也能灭火 那这样美国就获得了什么 双重利益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 你要看懂这帮昂鲁斯萨克运 他们对欧亚大陆这种殖民历史 过去对欧亚大陆啊 是进行什么 殖民统治 包括在非洲贩卖黑奴 几千万黑奴到了北美 那就是北美公开贩运的 贩运黑奴 反人类 反人性 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工业强大以后 利用工业的强大 利用地缘政治 利用那张美元 最后呢 把你当成美元的奴隶 那现在呢 无端的碎片化你这个国家 碎片化你欧亚大陆 让你变成美国真正的殖民地 那么美国永远强大 美元永远收割你 所以你看美国 它是为了美国的强大 为了美国的利益 它不是为了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有一些学者 有一些这个年轻人 还是向往美国 但你向往美国 你知道美国它这一切 得来的都是血淋淋的 我今天跟你讲这些道理以后 你就会发现 美国的所有行为 背后都是阴谋 对欧亚大陆碎片化 你还会欣赏美国的行为吗 它获得的一切 获得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对欧亚大陆殖民 包括利用那张美元收割 那背后都是血淋淋的战争 死亡杀战 它能够持久吗 我想问中国年轻人 你知道美国这样做能持久吗 当年罗马帝国 当年的蒙古人 不比现在美国要强大 持续了多少年 蒙古帝国就90年 100年都不到 罗马呢 罗马持续了多少年 最后罗马帝国还剩下什么 断臂残延 它不可能长久 因为它本身这种 对欧亚大陆的殖民和掠夺 它不是长久之计 也不是真正的一个文明 真正的文明 应有的方式 和这个世界交往的应有方式 昂鲁丧勋所做的一切 你可以看到 那个美国驻华大使 让他到中国当大使 他每天做的是什么 他不是要和你中国交朋友 是要碎片化你 还是要碎片化你吗 还是在意识形态上 把自己当成什么 美苏冷战时期的大使吗 还是把你当成异类 没有真心和你要交往 人家根本没有看得起你 人家根本把你当成异类 跟他们交往什么 有什么可交往的 交往最后 人家把你当成什么 身后畜生 人家在他们高高的 在山顶上住着 你们就是羊 身后畜生 你跟昂鲁丝大坤 有什么可交往的 你以为你自己穿着西服 扎个领带 到人家的大学一读 拿个毕业证 你他妈就跟人家同类了 你这不笑话吗 你看看那个美国驻华大使讲的一切 那能是个像大使的样子吗 那是愿意和中国人交往的样子吗 所有中国人年轻人 我觉得好好想一想 我今天讲的 你再好好看一看美国那个 众院那帮人 什么麦卡锡 麦考尔 佩洛西这边每天在做什么 绕着欧亚大陆中国 绕一圈啊 每天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 这给点钱 那给点枪 对吧 这边捅你一刀 那边给你放点血 这边给你点一把火 那边偷点你东西 你看这帮人在做什么 碎片花欧亚大陆 你怎么可能把他们当成什么民主价值呢 他们的所谓的民主是美国人的民主 其他人都会成为奴隶 就像罗马一样 罗马只有什么 只有公民拥有什么民主选举权 其他人都是奴隶 美国就是要美国公民成为罗马公民 其他的欧亚大陆所有一切 是要喘气的活着的都是奴隶 这就是美国 你不要以为你和他是同类 什么民主自由 人家把你当牲扣 佩洛西永远把你们这帮人当牲扣 拥有美国国籍 你以为就完了 美国也分三六九等 金子塔尖那帮是犹太人 佩洛西算什么 他们也只是工具而已 吃人家吃剩就残羹剩饭 给人家打工而已 不要以为什么民主自由 普世价值这一套 好好看看罗马 你好好看看自己搜一搜罗马的历史 罗马的奴隶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区别 美国就是要把自己变成罗马公民 把其他国家 其他欧亚大陆国家都变成奴隶 这才是美国民主的底层逻辑 美国大使他时候不会告诉你的 那个美国大使到这一天 他要执行的命令 就是要什么 碎片化中国 和平演变中国 你不民主化 我们罗马公民 怎么把你变成奴隶啊 民主化以后 你就成为民主的奴隶了